牛年來臨之際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多倫多總領事 韓韜先生向各界人士發表新年賀詞 他在賀詞中回顧了中國 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做出的重要貢獻 也總結了中國在過去一年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 他也特別致謝領館港大僑胞、 眾志機構和留學生感謝大家共同抗疫、共黑時間 極銳下天庭 在農曆的牛年到來之際 我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 向加拿大安大略省、曼尼托巴省的華僑華人、 中心機構人員、留學生和社會其他各界朋友 致以最美好的新村祝福 2020年是極不平反的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蔓延 中國也經歷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大中央堅強領導下 在全國各組人民共同支持和努力下 中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 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同時積極開展國際抗議合作 為全球抗議做出重要貢獻 2020年也是砥礪奋進的一年 站在兩個一百年奋斗目標的歷史交會點 中國人民齊心協力、艱苦奮鬥 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3% 總量賣上百萬億元人民幣新台階 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長救 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如期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對外開放取得重要突破 習近平主席說 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 就有了主心 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人民贏得了獨立、自由和解放 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類似性飛躍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也是中國實施十四五規劃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站在新的時代起點上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牢記初心使命 有擔歷史責任 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開拓奮進 為積極構建人力命運共同體 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北大復興 而不懈奮鬥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 領區廣大小博、中資機構和留學生同心抗議 共渴世界 充分彰顯了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 和守望相助的人間大愛 我願借此機會 向大家的無私奉獻 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順利 牛年大吉